是逐一逐一的把那个成绩一个 然后append了一个 一个一个 可是如果说今天一个人数非常多 可能六七十个 那最好就是 假设这个成绩已经请同学输入了 或者说他是从资料库里面 把它捞出来的某一个资料的话 那当然我们其实直接读进来 放到这个串列就 ok 可是要怎么样把它读进来 并且放在串列里面 ok 这个可能要拆成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如何读取外部档案 第二个如何把外部档案的这个data 再放到串列里面去 如果可以放进来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不用逐一的输入了 就不用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像外部已经有了 像erp资料库 付给你的资料 那你直接怎么样把它读进来 放到串列里面做后续处理 处理完的结果再显示出来 或者是说做成报表 这样不就 ok 了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我们就先在这边 source上方这边这个资料夹 我们的专案里面有个src的资料夹 按右键 那请各位就是先新增一个file 按右键new一个file 那这个file的话 我们也许是国文成绩的话 叫什么呢 ch.tst tst就存文字档 ok 按个finish 那请你在这里面输入成绩 假设一般是中间用什么 用那个 豆点加分 就是豆点把它分开 假设我就输入一堆成绩 类似像这样 最后的话我把它save 把它存起来 那你会发现这个档案的话 目前是放在这里 可是我如果要把它读到python里面 放到类似里 该怎么做 第一个 其实请各位在new一个新的专案 新的module 那module里面的话 输入大概几个 我先demo一下 第一个一样怎么样 一样建一个空的scope 一样怎么样把它读进来 然后我先把它print出去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ch.txt就是这个档案 然后读进来之后 做切割 切割完之后再把它print出去 那我print的话 切割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串列把它print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close掉它 把它植习 有没有发现 串列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那另外的话怎么读 这个读到串列里面 在那个档案在拍摄里面非常的简单 几个步骤就完成了 首先第一个我们主意来看 第一个一样你先建一个构空的 第二个的话open它 那open的话特别注意哦 这个立方你可以括弧一下 后面的话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的档案位置 有没有txt ok 然后呢 逗点 第二个是你的存取模式 是要读就r 是要写就w 是要写到后面去就a ok w是复写啦 那a的话是 比如说你有很多个档案合并在一起 那你就用a模式 a的话就append 那其实也是append的缩写 ok 所以基本上会有主要这三种 另外当然有plus 不过我觉得plus比较少用 先不讲 ok 那瓜糊 然后第一个读进来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读到 因为它中间加逗点 我必须把它切开来 特别追哦 我要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帮我把 这些东西放在f的这个物件里面 那f物件里面的话 他有个方法叫readline 他其实有三个方法 我先前面一个s好了 s等于什么呢 这个f他帮我做一件事情 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总共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我要读 基本上因为这个成绩 他刚好就是一行 所以我要读那一行的话 你就打一个什么 read read 一行叫什么 readline ok 瓜糊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帮你读一行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行怎么办 你可以用readline 加s 他就是很多行 ok 那很多行的话 他就讲一行 一行的话呢 他就读进来 这前面接的话 他是一个 字串 ok 他就把刚刚这些 当字串 读到s里面 但是未来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话 realize 他读进来 就是很多行的串列 所以特别说realize 读进来是串列 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你要全部读 不要变成串列的话 你可以用read 所以基本上读取模式有三种 应该可以记得起来 读一行 读很多行 全部读进来 那全部读进来跟realize 最大差别是read 是读进来 它会是一个自串 realize 他是串列 这两个可能不一样 可能看你后续要怎么用它 那我以这一题来看 最简单的办法 就read a line 把它读进来 可是读进来之后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 这个很多成绩啊 他中间加到点 所以如果esale 里面有那个资料剖析 要把它剖开来 然后呢 一个放一个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它剖开来的话 请记得哦 我们可以把scope先放前面 那他可以怎么办 剖开来之后 帮我直接就变成串列 所以s 这个读进来那个成绩 切开来的话 它有个方法 叫点什么呢 Splitter Splitter 顾名思义嘛 切嘛 刮幅之后的话呢 里面刚刚说 你帮我用什么呢 用豆点帮我切 那他就怎样 切 所以他就是帮你切一个 就有点像那个list append的一个进去 那最后的话 就读到什么 scope里面去了 OK 最后的话 你就确定说 有没有成功的话 你可以print什么 把这个scope 帮我把它print出来 这样子看好不好OK 我来把它执行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成功了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想 想知道说 到底我读到s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的 print s 有没有发现 s里面是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字串 那scope里面呢 当它被切割之后 它过来的话 也就是一个串列 那如果是一个串列的话 这个就可以把刚刚那个地方做修改 哪个地方可以修改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 假设国文成绩 我要把它改成 刚刚这个地方 我就不要输入了 那我可以说 把刚刚这些程式 放到这边来 一样可以输出几位学生 它的总分跟平均 不过可能就不需要减一了 因为它里面最后是-1 跳离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大概重点唯一 先在这边右键新增一个file 又叫ch.ts 或者你可以叫math.ts 都可以 eng.ts 就是国文英文数学 反正这些成绩 第二个请你在里面输入一些东西 成绩 中间加什么 加痘点 如果你不加痘点 空白也可以 不过在split那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不是有一个方法 叫split 这个地方你就是要用你的符号 OK 那所以再来的话就是 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以后 其实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以后读档 我发现 其实python 真的非常简单 没有太多东西 就是这几行 如果你跟其他的语言比起来 哇太简洁了 太棒了 太简单了吧 OK 真的 而且太好记了 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记 主要是什么 档案名称 读取模式 在家你是要读一行 还是读很多行 还是全部读进来 然后呢 再如果是 它里面有分隔符号 你再用split切 最后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OK 没几行吗 试一下 好 这些如果你都懂得活学活用的话 以后读档真的太方便了 管它是一个tst或者是csv 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用的像json 或者是说xml 其实都可以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你可以针对它的格式 或者是去做适当的切割 就可以丢到资料库里面 或者说后续的应用 OK 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python真的 读档跟写档真的非常的简单 好